今天又来开料了 前几天开那个料还是有点不算太理想 今天又选了好几个包 这个也是刘八嘎的姐的 但是这个我比较想说 这个是铁包 不知道能不能开出散电纹 像这个就是大明冰的了 就是树榻子 每个料都不一样 咱今天先把它给干了 这个包的外表 你看感觉多是像带小纹路的 我感觉能开出散电纹 但是我也不知道 赌一赌吧 你看这个小一圈一圈的 看这个油 来一句试试吧 这哪有散电纹的 但是这个油纸和这个底色挺漂亮 你看这个颜色多好看 换下一个吧 我就想要散电纹 没开出来 这个小刘八 一般吧 但是也可以了 因为现在刘八料太少了 但这个花纹的还挺好看的 你看着没 但是这个刘八出不了几串 因为它废料比较多 这个边角料像这个阿劳都得扔掉 但是花纹真挺好看 再来下一个吧 这个就是最后一个了啊 看这个咋样 这是啥呀 这是 这个六八还没有刚才那个好呢 跟刚才那个差远 你说这是啥 中间还有烂心的 这个料是彻底废了 这个边角料啥都 你看烂心的 这个烧火吧 我们看看这个雷吉木的 看看这个雷吉木的 我感觉这个应该可以 试试吧 有的时候真不能看外表啊 这个我还真没想中 你说这外边 我们捡回来的时候 都让火烧成这样了 我们都没当回事 结果这几个包当中 这个就开出好料了 这还是小细纹的 全都是小蚂蚁腿 看这小暗花 这个你别瞅 等它做出成品串 小纹路可好看了 一刷油 你看这纹理全出来了 六光增亮的 这真不能小看啊 你瞅这外表这是啥 都烂得不像样了 都感觉不像一个宝了 但是真挺漂亮的 我们这边的三种料呢 今天都已经开完了 正好给大家看看 什么区别 咱对比一下啊 这个呢 就是刘八 你看珠子 就是全都是小八点 做出的手串呢 都是这种的 小麻麻来来 但是挺好看啊 颜色也是这种的 这就是刘八料 像这个呢 就是散电丸 你看这个木子的纹理 全都是带散电的 这都是铁包料开出的 而且做成手串成品呢 全都是小散电丸 这种越盘越好看 这个呢 就是鸣丁了 也就是红松的树岔子啊 树岔子 这个做完手串成品 就是这种的 它的木制的纹理 全都是这种纹理 这就是咱东北名字 虎婆婆的三种料 什么叫铁包 什么叫散电 什么叫丁料 都在这的 这回大家知道了吧 家伙们 在下面给我评论一下 三种料 做出三种串 你们更喜欢哪一种 给我爱特的下方啊 散电丸 溜巴 丁料 更喜欢哪一种 这种料理 ¡最后就能做